瑞税香文旦幼产季结束 今年是大丰收 不过时序入秋 加上上个月强降雨的双重袭集之下 部分文旦幼树出现了树叶软烂掉落的问题 花莉农改厂在农会开办了文旦幼讲席训练中 特别针对冬季期间文旦树田间的管理 提醒农民在强降雨过后 文旦幼树根系的保养 田间的排水以及肥培管理需要格外的注意 才能够避免文旦幼树弱势化 影响到明年的收成 文旦幼产季期间忙得没日没夜的农民 在产季结束后也一刻不得闲 参加农会与花改厂共同开办的文旦幼讲席训练 温固之心 小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小虾米 又是更小虾米还有枣类 所以你这个食物链越长越大 代表你这个环境是架构是越完整越缜密的 不会说一个台风或者是可能你邻居乱喷药 不小心就把你全部的农田的生态都毁了 日子将文旦幼今年大丰收 产季结束后接着秋冬季节 文旦幼的天间管理以及产季后 文旦幼树的养护也相当重要 因此农会是马不廷提的开办文旦幼讲席训练 农民也不嫌累踊跃参加 听到很多老师教的要记起来 听老师讲要学习才会成长 就好了 可以 可以 尤其想讲的比较 你比较喜欢上刘老师的课 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对 尤其上个月碰上了连续四天的强降雨 八百多公里的总雨量 相当于去年同期三个月的总雨量 也使得部分文旦幼树出现了树叶软烂掉落的情形 华林农该厂助理研究员刘启祥也高度关注 特别提醒农民要注意 基本的原因是 那个雨水下下来 你的根在土里面 因为雨水的太多的关系 根坏掉了 根坏掉了没办法喝水 所以你看地上雾就叶子合起来 叶子合起来是因为它没有水 可是雨水又下那么多 为什么没有水 因为你没有根去吸收那个水分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叶子吃不到该吃的营养跟水分 所以叶子就出问题 它就掉下来 这次强降雨也让农民领教极端气候 对农作物的侵袭 花盖厂助理研究员刘启祥也呼吁农民 在病害防治与肥培管理之外 后续文旦幼树更新的保养维护 以及填区的排水也格外重要 如此才能够避免文旦幼树速速势弱化 而影响明年的收成 记者时遇人瑞瑟采访报道